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二节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酒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都坏了 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在当时人们用羊皮带装酒 当新鲜的葡萄汁发酵成酒的时候会产生气体 而新的皮带可以随着伸展膨胀 但是旧皮带是已经膨胀过的了 所以会被砸破 耶稣所说的这些比喻都是表示 耶稣带来的新启示是与传统的仪式主义不相合的 但是传统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多数的人其实还是选择传统的 比如有些教派教导信徒祷告的时候不要出声 所以这些基督徒开声祷告是很困难的 也有一些教会有着五六十年的教会传统 唱诗歌一定要唱圣诗 不能唱现代诗歌 领圣餐纪念主 祷告的声音是要哭泣的 来表示对主受使的纪念 诸如此类的传统遗文 习惯规章 是否也处处在我们的身上 或是教会得见到呢 今天主耶稣也向我们说 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我们都需要被主来更新 请不吝点赞订阅